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甲子丁丑丁卯子 这四个人 一个他就说他是一个什么 这个八字是不是 甲金丕甲木引丁火 甲金丕甲木引丁火 这一个他这样子讲 甲甲引丁 让我觉得说 这个是我好久好久以前 所读到的 好久好久以前 让我回想起来 这个八字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是不是这样 其实我们先来看 在这个八字里面 其实甲金克甲木 有没有看到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破印 但是因为在一个大运来 其实也就等同补上去了 在这一个大运里面 他其实他会比较怕什么 他会比较怕 甲木生丙 丙火克根金 再来丁 丙火的话是破财 丁的话日主受克 丁的话是财消失 所以其实他连续三年其实并没有很好 他连续三年其实并没有很好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他连续三年 你有没有看到 财消失 财受伤 日主受克 在这一种情况下 他就出现了 其实他在这一年的时候 他父亲就生故了 他父亲又生故了 但是这个跟他没有什么 不是他的八字所害的 是他的八字财受伤了 但是真正的一个状况 还是要以他爸爸的八字为主 可能他爸爸也走到了 两个刚好没几道 再来 这一个他就出现了什么 日主受克 因为他是一个女性 他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他跟他老公开始分居了 分居了 日主受克 日主受克本身就很容易会有 感情方面的这一些的问题 所以他已经 他已经面临到这一些情况 他其实他在这个运程里面 大致上也还算OK 大致上也算还算OK 今年是戊土 戊土来讲的话 对他是食伤而已 小伤而已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大伤 各位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他在这几年的不好 他后面的 他假如是在这几年的运程里面 出了问题的话 他后面的好运要拿来补这一些 出问题的时间点 这样子会很累很累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危机点在哪里 不要在这一个危机的时候出了大事 就算后面有好运来 都要先把这一些坑一个一个 把他补齐 就像他现在跟他老公可能处不好 分居了 可是在这一个状况下 他后面好运有用吗 变成没有用 像明年挤亥 挤亥来讲他的官运好 可是他总是要先怎样 要先跟老公修复感情 他的官运才会好 对不对 所以他的现在的一个基准点 就是在低潮 要慢慢的起来 可是他会觉得这样好运吗 他会觉得这样好运吗 其实不一定 其实不一定 所以这一些东西都是在在的提醒我们 好运的时候你要把握 但是虽运的时候不要掉进去 一旦虽运你掉进去 要再爬起来 你要浪费很多很多的好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留言再见 拜拜